我现场还有一个特别来宾是李家宝 上个月他曾经来本节目录影过 上个月家宝在推特发表了一个 反习近平的视频跟言论之后 那家宝这个后来跟家人联络上了吗 后来还是没有跟家人直接的联络上 但是通过亲戚去建立了一些侧面的联络 然后由此也可以得知就是说 家人肯定是受到就是说国宝的一些威胁 但是家人应该是出于自己的一些角度考量 所以并没有与我直接进行联系 那家宝你本来说你的签证也是今年快要到期了 对 那后来你上了BBC的新闻 BBC在讨论像你这样的学生 可以追求得到一个政治庇护 你后来还有在台湾内部接受到 各式各样的政治压力吗 这样的政治压力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在台湾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政治压力了 主要受到的政治压力其实是来自于就是说 中国当局也就是中共官方 中国当局跟官方怎么样的政治压力 比如说就是三大金刚 然后它跟 什么叫三大金刚 三大金刚就是指中国的三大部门 一个是中国国安局一个是中国国安部 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教育部 对 那这三个部门三个单位如何给你压力 中国国安局主要是以就是说 还有就是中国国安部 就是和山东方面的学校 然后它是首先去签了一个保密协议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是想就是说 对内冷淡化处理 包括就是说在中国就是有翻墙的推友 然后点 就是甚至不是转发的这种情况 就只是点赞或者是关注 然后就被请去喝茶 然后写保证书 那还有五毛来骚扰你吗 对 怎么骚扰 每天都有很多的五毛 最基本的就是说包括那种慢 慢法就是那种很不文明的词汇 然后再就是一些人生方面的威胁 就比如说你回去我就要 要怎样 就是我要就是说杀了你啊 或者是 有五毛 网络上的五毛 对 对你威胁说如果你回中国大陆内部 有人要杀了你 对 你感到害怕或者怎么回应呢 如果是如果确实是回到中国大陆的话 因为确实是就是最后不幸回到中国大陆了 确实是确实是就是说非常危险 非常要担心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说那种爱国的狂热分子 他们分不清就是说政党和国家的这种概念 或者是就是公民和政党或者是国家之间的这种概念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那种政党的原始的崇拜 那种类似于原子教的疯狂崇拜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样的威胁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有非常大可能发生 那台湾的海基会或者台湾的政府 或者台湾的教育部后来有提供你协助吗 海基会的话就是应该是上个月 然后就是有专门派专员来 然后到学校就是表达一下就是海基会方面的 关心 关心 然后呢 然后移民署和陆委会方面的话 昨天也就是4月9号的时候 本来打算就是说去要递建 但是在递建之前有咨询法律方面相关的朋友 法律方面相关的朋友建议 建议我是说就是准备再充分一点 去移民署和陆委会更好 所以递建的话可能会推迟到4月底左右 那你想要递建申请政治庇护 延长你的签证吗 对 就是说可以 希望能够在台湾 希望能够得到政治庇护 有机会继续进行学业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最坏的打算 你的签证到期日是 7月2号 7月2号以后 你搞不好就得离开台湾 那假设海基会或者移民署 给你比较庞大的协助 延长你的签证 你预计准备在台湾 再延长多久时间的签证 跟待到什么时间点 越长越好 越长越好 对 你想要长期的继续待在台湾 对 那怎么维持你的生活 所以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就是说有工作权 你希望得到政治庇护 然后你的签证 希望可以有工作权 因为现在的学生签证 基本上即便是打工 都是不合法的 对 打工是不合法的 那你的收入如何维持 目前的话 主要是靠很多朋友的帮助 所以支撑到去二号的话 其实问题倒不是太大 但是如果你要长期在台湾生活 你希望你的签证 可以有一个工作权 然后可以让你可以 办工作办读书这样子 对 那我再请教你 那学校方面有提供你 什么样的协助吗 学校方面的话 就是学校方面 民办学校嘛 就是说他们就只是 说会提供协助 但是具体要提供 什么样的协助的话 就是说需要就是 我去提出申请以后 然后他们才会有动作 还是学校视你为麻烦人物吗 对 其实民办学校 他非常担心就是说 今后是不是能够 继续招收入生 因为入生其实 你们有多少入生 每年的话 大概有100到150人左右 你们学校每年招收 100多人入生 对 你是其中一人 是 但是你惹了这个麻烦之后 这个学校当局 他担心以后入生的 这一个招生 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学校其实一直是在 就是说以冷处理的方式 就是7月2号以后 你就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好 那所以从现在 因为4月10号了到7月2号 假设你争取不到政治的庇护 或者台湾海基会 跟移民署的协助的话 那你的其他备案方案是什么 可能会去寻求第三国家帮助 第三国家有哪些 美国 加拿大 还有欧洲 那你准备怎么处理 找他们的办事处 去寻求协助吗 目前的话还在就是说 与就是加拿大还有美国方面 就是说正在咨询当中 但是暂时不方便投入太多 OK 好 所以你其实最好的选择 你希望持续留在台湾 是 但是万一持续留在台湾 这一条选择并没有顺畅的时候 你可能寻找其他的备案 那你这样的上个月一个视频 后来面对的状况跟压力 你自己有心理准备 你的人生跟你未来的生活 可能遭受到很大的调整跟改变吗 是 整个人生实际上就被改变了 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 再回到就是说中国去过那种平静的 岁月静好的小生活了 那有国际的媒体跟外媒的采访单位 联络过你吗 有 BBC 还有 BBC 对 还有朝日新闻 对 然后还有VOA 还有就是自由亚洲电台 好 所以我在BBC的中文网 也看到你的专题的报导 BBC的中文网探讨了你的事件 到底能否在台湾争取到政治庇护 是 那所以你也希望国际媒体的采访跟曝光 可以争取到你未来人生的庇护 或者安全的保障 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只有我的 就是说在不顾北京反对 在就是说清华大学公开的反共和反习 能够就是说为 现在就是说言论非常紧缩的中国大陆 能够去争取到一点点自由的空气 尽管这种改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 好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麦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